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黄牧师继续解答资料源 有关Plan X 重临地球的提问的时候 为大家分享到 为什么神要早于2009年 开始分享2012荣耀盼望讯息的时候 甚至于2012讯息筹备营的时候 已经花极大量的篇幅 分享Plan X 重临地球时 所引发的各种现象和灾难 并且如何因应这些情况 作出各种防灾预备 因为尤华牧师曾经分享过 当Plan X 在全人类眼前出现的一刻 临到的灾难就可能会变成一场急难 极可能在一星期之内 如同3600年前的埃及一样 接连出现十灾的所有灾情 那时的灾情 与过去九年自然不同 虽然过去九年的灾难级数 一次比一次严重 而且间距一次比一次频繁 但他如日华牧师在2009年 2012讯息筹备营所分享 如同一次极之缓慢的撞击 亦好像一次极缓慢的慢镜重播一样 但是当有一天 Plan X 突然间出现在天上 出现在全人类眼前的时候 情况就会立刻改变 如同慢镜重播一样 一件又一件出现的灾难 会突然变为排山倒海的发生 就如一次缓慢的撞击过程 好像很平静 只是飞机间中出现一些反复的颠簸 但到了撞击的一刻 全世界仿佛突然间山崩地裂 天分地暗 四处发生前所未见的大灾难 例如地震 海啸 暴风 洪水 瘟疫 暴动 饥荒和战争 如圣经所记载 全世界被吓得云不附体 心胆拘裂 奴家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日月星神要显出异兆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方方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 人想起那章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云不附体 启示录六章十二至十七节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一头变黑像无暴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神聚落于地 而同无花果树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罗伊 好将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道都被罗伊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 神宰 将军 富户 葬士和一切遗留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月侣 向山和岩石雪 倒在我们身上罢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着寶座者的面目和高阳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经过九年之后 我们就会明白 为何神要在启示录所说 真正的大灾难 临到世界之前 即是Planet X 以Cobrine Bible 和其他古文明所记载 而同另一个太阳观耀眼 极其可怕地出现在世人眼前前 先借着各种美丽的误会 让入华牧师和食安教会 同心这样为将会出现的大灾难 作出各种万全预备 这些美丽的误会 例如The Simpsons Code 猪流感 瑞星Anony和Honda的迫近 又或者Webots和耀视者 所发出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警告等等 令我们因着各种可能突然出现的巨大天灾 为自己 家人和身边的人 作出种种相应的爱心预备 与此同时 却是世人 甚至其他教会的基督徒 绝对不会做 例如 迁居到内陆离岸200英里的地区 储粮 预备太阳能 防备黑暗之灾 以及野外求生知识 预备求生背包 制作火箭炉 新火 制制泪水器 制作太阳能煮食炉 以外收集可饮用的清水等等 随着日华牧师带领我们 经历为灾难作出种种预备 就让我们明白到 当大灾难突然出现 甚至政府都无法应付的时候 假如我们没有任何预备的话 其实就等同宣布了自己的死刑一样 根本无人可以救我们 结局就只有等待死亡临到 当我们曾为灾难预备 就会知道 只要在安日中 才可以为灾难作出周常预备 因为在急难里面 除了逃命之外 其实什么都做不到 预备灾难必须有一套 如白科传书般的信息 就是2012信息 让无法被提的无疑人作参考 从中在短时间之内 立刻找到面对各种灾难的方法 并且知道不同地区会发生什么灾难 作出相应对策 先可以在急难中生存 直到主再来 或者下一轮避体 神让食安教会为灾难作出种种预备的目的 就是为将来的无疑人而预备 亦为自己能够得着避体的资格而杀种 因为当灾难尝未发生 但我们却为将来会面对灾难的无疑人而预备的话 我们就有资格不用经历这些灾难而避体 这个亦显示出 既然这套2012信息 是一天都没有偏差地被神带领 是神所预定的一套信息 这样 当2012信息完结的时候 亦就是启示录所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 甚至 按照过去九年 神对食安教会的带领和明证 当大灾难开始之后 2012信息曾经分享过的灾难 都必定会全数发生 意思是 2012信息曾经分享过和预备过 但最后没有发生的灾难 其实会在启示录所说的大灾难当中 全部一次过发生 甚至可能在短短72小时之内 就会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全面爆发 当加烂发生的时候 极可能无医人只胜下不足72小时的时间 去聆听这套2012信息中 有关预备走难的部分 并且不同地区都会有不同灾难威胁 所以 他们更加要在灾难临到自己所在地发生之前 先走难到下一个安全地方 然后再按2012信息的资讯 在灾难发生在临时安全的地方之前 再作下一次逃难准备 无医人身处地及上不同地方 面对不同类型的灾难 正需要一套信息 让固全面和整传的走难和预备知识 成为他们的答案 所以 这套信息必须既精简 有详细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即时形容 明显 神带领入华牧师分享的2012信息 就是世上唯一一套 可以让无疑人在大灾难中生存的信息 从这个概念去看 我们就能够得知 神预定2012信息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价值和位置 所以 过去九年 特别是2015年之后 神一直以天马祖行动等众多共同信息 恩征和提示我们 所以 明显神是有意提示我们以下两个重点 1 2012信息所分享 Planet X从南地球所诞生的一切灾难 必定会全部发生在被提后的大灾难时期 因为过去九年 这些灾难都一直发生 只是好像重播一样 在世界各地慢慢地零碎发生 但到了被提后 当Planet X出现在全人类面前的时候 才会突然间 变为一次过大规模地出现的急难 2 这套2012信息 将会成为大灾难中唯一的救世信息 并且一定是全套 而不止是其中一片 因为灾难临到的时候 全球很可能在72小时内一同出现十灾 所以 在灾难出现之前 一定需要有人预先完整地分享这套2012信息 到时 世上已经有部份人预先听了 就是那些听过2012信息 却未有资格被提的人 而另一群未听过2012信息的人 也可以在几小时内找到相关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